欢迎大家来到慢速中文频道。我是主持人Evan。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春节。 春节即农历新年,俗称过年,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首, 也是中国最隆重、最热闹、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 春节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但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蜡月初八的蜡季或蜡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季造一直到正月十五, 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 节日的喜庆气氛要持续一个月。 正月初一前,有祭造、祭祖等仪式。 节中,有放鞭炮、逛庙会、吃年夜饭、给儿童压岁钱、亲朋好友互相拜年等习俗。 节后半月,又是元宵节。 节时,花灯满城,游人满街,盛况空前。 元宵节过后,春节才算结束。 春节的起源蕴含着深邃的文化内涵。 在传承发展中,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春节期间,全国各地均有举行各种庆贺新春的活动, 带有浓郁的各地域特色,热闹喜庆的气氛洋溢。 这些活动以辞旧迎新、驱邪攘哉、拜神祭祖、纳福齐年为主要内容。 形式丰富多彩,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关于年,有一种传说。 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触脚,凶猛异常。 年,常年身居海底,每到除夕就会爬上岸,吞食牲畜,伤害人命。 因此,每到除夕这天,村村寨寨的人们纷纷扶老邪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寿的伤害。 有一年除夕,从村外来了个乞讨的老人。 乡亲们,皆是一片匆忙恐慌的景象,只有村东头的一位老婆婆给了老人些食物,并劝她快上山躲避年寿。 那老人捋了捋胡子笑道,婆婆若让我在家待一夜,我一定把年寿撵走。 老婆婆仍然继续劝说,乞讨老人笑而不语。 半夜时分,年寿闯进村子,她发现村里气氛与往年不同,村东头老婆婆家门贴大红纸,屋内烛火通明。 年寿浑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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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 大笑 年大惊失色 狼狈逃窜了 第二天 正是正月初一 避难回来的人们 见村里安然无恙 十分惊奇 这时 老婆婆才恍然大悟 赶忙向乡亲们诉说了 乞讨老人的许诺 这件事 很快在周围村里传开了 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寿的办法 从此 每年除夕 家家贴红对联 燃放爆竹 户户烛火通明 手耕带碎 初一一大早 还要走亲串友 道喜问好 这风俗越传越广 春节 也就成了中国民间 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这次的风俗越传越南